何氏 向导先生 注意到伊恩的眼神 他也转过身 与伊恩面对面的对视 他微笑道 这次能解决南海遗迹群中的危机 多亏你的出力 毫无疑问 如若没有你的力量 重巢中的意志是无法被消灭的 他对伊恩的力量显然非常有信心 以至于这话说出来 都显得有种理所应当的感觉 白雾主教 赫然是从未想象过伊恩会失败的可能 所以说 伊恩缓缓说道 当初你就认得他 对吧 当然 没有丝毫迟疑 也没有丝毫停顿 白雾主教仿佛像是早就知道伊恩要问什么那样 流畅的回答问题 他也知道我认出了他 所以不太想和我见面 怀光之光不会认错任何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心之火炬 都是放着自己各不相同的心光 正如同你 继承了古老之言后 如今正熊熊燃烧的年轻火焰 我们同样不会忘记你 这句话 莎莎听不懂 伊森加德听不懂 哥塞大师听得懂 安多尔隐约能明白这是相当关键的对话 但强迫自己不去听懂 伊恩与白雾主教来到沿岸尸谷的另一侧 这里距离恶龙的尸体比较近 伊恩与白雾主教互相对视 两人都很平静 所以 即便老师是帝国通缉犯 你们也不会为帝国帮忙逮捕 虽然已经猜到 但真的从对方口中得到确认 伊恩还有一种茫然感 感情是个人就认得出希利亚德和沙凯学徒 那他伪装了个什么 但这就属于是伊恩小看自己了 是当年第一骑士先生主动找到我们的 白雾主教算是提前回答了伊恩的困惑 他早就预感到了自己的大限将至 所以提前委托我们 倘若未来哈里森港以及南海的危机爆发 而我们没有将其解决的话 就带你离开此地 但向导先生 你这四年来的表现激进于完美 而且也的确解决了这一切的危机 这委托并没有派上用场 白雾主教的胡子抖动着 他的说话一板一眼 却又不失温和 不用担心 向导先生 你伪装得很好 如果不是提前知道 以你四年来的生活轨迹 我们完全看不出半点破绽 而这一次是为了面对危机 怀光会对此事晋升 伊恩也算是明白 为什么当年老师很少主动接触怀光教会了 因为对方的确就能认出他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对方不揭穿 但作为一名伪装者 和这种知晓自己身份的陌生人见面也是有点不太舒服的 至于帝国 白雾主教还在回答伊恩最初的问题 他的言语仍然流畅 怀光教会并不认可帝国的每一项决定 我们尊重帝国的法律 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必须一板一眼的遵守 抓捕第一骑士 显然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这样做对帝国乃至于泰拉大陆的未来都有着负面作用 我们不会协助 与之相对 抓捕帕特里克是显而易见的正确选择 伊恩文言 不禁眉头紧皱 他对白雾主教的回答感觉非常微妙 这大概就是老师和戈塞大师说的 怪异的善人吧 他们自有一套逻辑 但这套逻辑不加入他们就无法理解 而倘若理解了 恐怕又会成为他们 难怪怀光教会只会将自己救助的 将死为死的受害者作为后续力量的补充来源 除却他们特殊的灵能要求外 恐怕也是因为只有这种死过一次的人 才能理解他们的逻辑 那种 将人世间的一切道德伦理与法律法规都是做虚妄 只认可自己认同的道理的 坚信 既然如此 既然你们觉得追捕老师是错误的选择 想到 就问 伊恩有一种预感 那就是白雾主教会回答自己的问题 那当初一奈加二是 亦或是说黑王在暗月动乱遇刺 为什么你们不去帮助自己的盟友呢 白雾主教深深地看了一眼伊恩 他的双眸中亮起了一轮纯白色的光 似乎是一种特殊的灵能 为什么不去帮助伊奈加 希利亚德也询问过我们这个问题 此刻 他居然笑了起来 这位原本严肃的老者露出了耐人寻味地表情 在多出一丝人味的同时 语气也充满感慨 因为他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抉择 在那一瞬间 伊奈加成为了危害整个世界的灾祸之源 如果让他继续坚持下去 这片大地会因此而陷入沉沦永结的深渊 即便如此 我们也没有加入暗月动乱 我们并不完全相信预言 我们相信伊奈加与希利亚德并不是灾祸的源头 他们是有胜利与战胜预言的希望的 即便最后 我们的相信错付 他们真的是灾祸的源头 怀光之光也有信心阻拦灾祸的力量与觉悟 就比如重巢 如若我在此地生死 那么大概五个小时后 怀光驻南岭教区的和平代行者 天言大主教就会驾驶以太武装抵达此地 进行我未完的事业 倘若伊奈加真的化作灾祸之源 怀光之光的代行们将会全部出动 为我们错误的选择买单 如此说道 白雾主教闭上眼 他的语气凝重起来 但倘若我们帮助伊奈加 那我们就可能会成为了灾祸的一部分 如此一来 预言就将彻底失效 亦或是彻底印证了 我们不能这么做 白雾主教的话语令伊奈沉默 如此来说 怀光教会保持中立本身 居然都能算是对伊奈加二世的信任吗 确实 假如对方真的做出了什么极其重大的危险决策 那么怀光教会加入讨伐他才是正常的 伊恩是纯粹中立的视角看待这一切 他不是自己老师 不是希利亚德 自然对那位先帝没有多么先入为主的看法 无论是开拓者一或是黑暴君 他都不这么认为 对方肯定有很多地方没有做好 或是操之过急 或是不得不妥协 或是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但对方也肯定做了很多 改变了这个世界 令帝国一换新荣 重新屹立于泰拉之巅 伊奈加二世并不是什么错都不犯的圣人 也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暴君 但是伊恩却未曾想过 对方居然会成为毁灭世界的源头 难不成伊奈加二世也捡到一个重巢不成 想到自己也可能是是这次南海灾祸之源的主角 伊恩不禁心情有些复杂 居然有些相信这位怀光圣旨者的话 伊奈加二世 恐怕是真的做出错误的抉择了 不然的话 老师绝不可能对怀光教会是如此复杂的态度 既排斥 又相信 但这件事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究竟是什么错误的抉择 能和我说吗 他抬起头 再次看向平静的白雾主教 当然 你有这个资格 老者点头道 他决定成为迷宫之主 伊恩等待了很久 却仍然没有等到后续的话 就这个 他大齐 就凭这个 他就会成为灾祸之源 迷宫之主不是到处都是吗 这条以太结晶龙布也就是南海大迷宫的迷宫之主 当然不 但更多的我们也不知道 白雾主教闭上眼 他叹息道 我们只知道这些 只知道一个开头 睁开眼 注意到伊恩的表情 白雾主教摇头 向导先生 请想想 如果我们什么都知道 或许我们就可以阻止这世间的一切灾难 怀光预言正是为此而生 因为我们想要知道 但预言与先知也并非全能 各大教派的预知能力都有极限 也需要线索才能进行进一步的预言 我们只能尽可能的努力 老者眼中的白光逐渐淡去 它的语气恢复平静与肃然 所以 向导先生 如果你有什么有关于灾祸易或是异常灾难的情报 请务必告诉我们 让我们知道 我们会成为应对这些灾祸灾难的力量 怀光之光会是所有直面悲剧与灾祸者的元首 请一定要相信我们 这话就是比较通俗的教会口号了 伊恩不能说不信 但他实在是很难去真的这么做 别的不说 他就有很多东西不能对对方说 即便他也知道 分享许多情报会对许多是友好的进展也是一样 人类就是这样一种没办法完全相信其他人的生物 即便是最亲近的人也很难完全坦诚 但是怀光教会 却通过临选特殊的人 抹除了圣职者内部的这种隔阂